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常见 但是对于一般新手小白同学来说 它有点小复杂 比如 这是一个newspaper主题做的网站 在主题的系统环境参数面板里 可以看到 WP内存限制这一项 默认是40兆 主题给的建议是 至少128兆起步 那么这个怎么改呢 这项的修改和主机服务器没关系 是和wordpress本身是有关系的 需要修改一个plp的文件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点击链接之后 它会到达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说明 这部分内容被替换了 需要点击下面这个链接 点击之后会来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大概这个位置 会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就是要加上这句话 或者这句话 把这个96兆变成128兆或者是256兆 那么这句话加在哪呢 需要加在 需要加在wp-configure.plp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在网站的根目录 要修改这个文件 常见的有两个方法 如果你网站用的是宝塔Linux面板或者是SG的主机 就是setground那个主机 因为宝塔面板和SG主机它都支持后台的文件管理 可以直接用网页端用浏览器来修改这个文件 然后保存 除了宝塔Linux面板和SG主机 还有一些其他主机 大部分的国外主机它都支持修改PSP文件 它里面有一个文件管理 但是有一些国内主机 比如阿里云的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 它的后台面板是不支持文件修改的 也不支持单个文件的上传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修改 用FTP软件连接服务器 然后把这个文件下载到你的电脑里 也就是本地电脑 笔记本或者台式机 然后用一款代码编辑器软件 对这个wpconfigure.php文件进行修改 修改了之后保存 然后再用FTP软件 把它上传到网站的根目录 在修改之前 先把网站上的这个文件 给它改个名 或者做一个备份 万一修改坏了 网站会打不开 可以用备份的文件恢复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两点 一个是FTP 另外一个是代码编辑器 下面先说软件 先说FTP软件 这个FTP软件 在Wordpress主题公共课 这个教程里 里面有一个免费区 第一章节都是免费的 免费区里面有一个第五课时 如何安装Wordpress 以及如何使用FTP 及注意事项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课时是免费的 另外在Wordpress入门课 这个课程里 关于FTP软件 有更多更详细的介绍 是在第四章 分三课时进行讲解 什么是FTP FTP软件 以及Wordpress原代码的上传 这是关于FTP软件的 在这个视频里边 就不详细展开了 建议使用FileZilla 这个免费开源的软件 在Windows和苹果 Mac电脑上都可以正常安装使用 那么接下来推荐 代码编辑器软件 关于代码编辑器的软件 在Wordpress系列课程里面 并没有讲过 我当时是放在 Mac软件推荐和经验分享 这门课程里 这个课程也是免费的 这个课程的第九课时 免费开源轻量级的 网页代码编辑器推荐 推荐了两个软件 一个是苹果Mac的 一个是Windows的 都是免费的 我把软件的名字 和它的官方网址 放在屏幕上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把常见的问题 和各位分享一下 还是以修改 wpconfigure.prp文件为例 我这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错误的 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先看错误的 我现在用的软件是 TextMate 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添加完这行代码 保存上传到 网站的根目录 然后网站打不开了 出现了白屏 然后及时恢复了备份 网站又打开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我们先看一下 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找到这句话 这是wordpress网站 把这句话复制 到这里粘贴 上面那句话是错误的 下面这句话是正确的 请大家看区别在哪 放大一下 区别在于这里 上面这个错误的是 中文的逗号 下面正确的是英文的逗号 这是第一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是 上面的括号是中文的括号 下面的括号是英文的括号 中文的括号占了两个字符 英文的括号只占一个字符 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 如果这个页面我们看不懂 我们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简体中文 翻译成简体中文之后 我们再复制这行代码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们用浏览器翻译的时候 浏览器也会把英文的字符 翻译成中文的字符 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在PSP文件里一定要用英文的 千万不要复制翻译之后的字符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好了 这节课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